什么叫做简报 我们画完一张图 我们当时要去报告给主管听 首先第一件事情 选到这张图 然后复制 常用笔下的复制 打开PowerPoint 我想各位应该没有问题 新增 然后接下来直接贴上 贴成什么 贴成统计图 但是在这个地方 这是这一张图 你是不是要写知识 所以你就开始写 2013到2016年 理论 统计 分析 第二个 至少都有维持 37万5起跳 每一年的获利 每年 获利 均在 多少 37万 以上 好 一此类推 那请问你 我的标题应该输入什么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会直接写 2016年 利润 利润 成长 瓶颈 就是他这边 这边的一个成长比例减少了 记得这边还要再继续写 二 三 四 记得 这边跟这边可以重复 但是我这边我只要问平 如果说您真的愿意乖乖的回去做完 就是把你的资料拿出来 然后做成这样子的简报 我就会觉得你在你的工作技能上面会慢慢的不断提升 好 那我们就一起加油 希望台中一起成长 因为那个真的很难得 就是有这个机会 我们来去讨论这个以上 统计 实物 那我们就暂时讲到这个地方 对下我还会再提醒你 怎么做那个 假设我的资料是台积电的损益表 好 我就会教你怎么做 然后 然后大家理论上写出来的问题 还有这个知识都不一样 那因为是测验 请你这边至少写三项